預設穿搭 我先試一下好了 假設我穿這個套服好了 我的預設穿這個套服 請先切換到 要先套用 你可以選擇套用或不套用啊 套用的情況下 然後這一頁它是不套用能力值的對吧 就是新的外觀頁面的 崩古經歷了最早一般裝備籃 然後那個年代的點裝還是覆蓋在那個 覆蓋在那個裝備籃身上 你們還有印象嗎 最早的點裝是長在這個頁面的 就是你移過去然後會有兩件裝 還記得吧 經過這個多年的演變 它就拆成了這一頁現金嘛 現金籃位就是我們現在俗稱的加工點裝 然後是幾年前開始 我有印象記得是十年前開始 那個刀劍合作嘛 有沒有更早以前出的加工點裝 我知道但我有印象是十年前 十年前就開始出有加工的能力點裝 所以然後出到現在出了十年 出了一堆加工點裝 怎麼靠切分頁去換現金道具的戒指啊 現金道具的戒指 它這個預設是不套用能力值的吧 我的敏捷87529 87529 對阿是不套用能力值的啊 好啦 反正我就去介紹 刀劍神域的合作應該是14年的時候 然後又過了十年出了一堆加工點 對此我們就是 我們現在有第一套一般的裝備 然後又有一套現金裝備 但是因為現金裝備你又要穿戴能力值 所以我們又出了一套外觀裝備 這套外觀裝備它的用法其實就很簡單 就是假設這一頁都是加工點裝嘛 你這邊可以選擇套用 然後套用自己喜歡的外觀 但這些外觀就是 它沒有能力值 你就算穿有能力值的上去 它也沒有能力值 所以你們要注意一下 神鐵生的錢了 對阿 就是你不一定要把你的加工點裝 鐵上你喜歡的點裝 加工點裝的買氣應該會上來一些吧 因為就不用那個啦 而且重點是什麼 武器 因為武器一般不能鐵 像我就買了那個喀波 那個散步喀波 然後我可以穿這個情書 就是我可以有喀波的那個20公能的能力值 然後我再穿另外一個.5的外觀 對對對 你可以用刀片的外觀然後充能的能力值 這樣這個比喻應該蠻好的阿 那加工點裝要穿什麼 加工點裝這個要順便講嗎 加工點裝要穿什麼 我會不會加工點裝 講了要穿什麼 會不會它就長上去 然後我就買不到了 還是不講了 這個講了 到時候我都買不到了 來不及了 早上早上 那我就講阿 那我就沒操阿 戒指我們從戒指開始講吧 能力值搭配 4個戒指 主要是最便宜的內面風暴 這個是幾乎是必買的 不到1000塊的20點攻擊力 幾乎是必買的阿 然後凝聚戒指 這個買一顆的CP值也算蠻高的 我也蠻推薦買的 我先講一下買加工點裝最好的時機是什麼 就是以往阿 我們都會拿23星跟加工點裝做比較 因為他們兩個價錢比較類似 但現在就是23星的價格一直在跌 就是他們原本都是加20攻左右差不多的例子 那現在23星就一直在跌 但是加工點裝一直在漲 所以你要買加工點裝呢 我會建議你說 你全身大多多23星 再開始去買加工點裝會更好一點 或者是你可以買便宜的 像內面風暴嘛 內面風暴就很便宜 你可能全身22左右 就有一點閒錢就可以買的 然後加20攻的戒指 凝聚戒指 他是實屬實攻 然後加2點爆傷 買一顆的性價比也很高 那如果你有玩多本的話可以多買幾顆 還有什麼加工的戒指 啊 賽聯的那個4顆戒指 就逼傷無事 然後加持跟回血 然後第4顆的選擇 可能就會是 如果要打艾爾達瑟王應該是愛戒 那如果沒有的話 應該是愛情加速器會比較好一點 帽子的選擇就是 第一個是奇異湖裡面的劇 目前最貴的 可是奇異湖裡面的劇 從以前序號幾百塊一個 現在已經長到好像 6-7千塊一個吧 20屬15弓 最強的帽子 啊 第二個是神系列的 就是有一個什麼 神精靈王 神XXX什麼那個神系列 那個15屬15弓 那個是次要的 啊 第三是 就是這個吧 水星寶寶 水星寶寶這個之前也是1千塊以下 然後也被長起來了 就20弓的 然後第4個就是 剛剛我們都講什麼神精靈王冠那個 第4個就是 真精靈王冠的 它是十屬十弓 但是它是有分屬性的 就是你要買敏捷 什麼十敏十弓這種的 它是有分的 它不是全屬性都加的這種 臉飾的話 只有活屍面具 真活屍面具 跟喀波吧 但是活屍面具 跟真活屍基本上都已經 就買不太到了吧 所以喀波的 那個強化燕帆喀波跟 強化蛙屋喀波吧 那個燕帆是加魔攻的 20魔攻 然後蛙屋是加20物攻的 這也超貴的 我記得物攻要9千塊左右吧 暗影之類 暗影之類也很少 暗影之類也蠻少的 普流的就是喀波 演示的話就是 就是以前有一次 復刻天照紅蓮跟藍燕吧 然後紅蓮跟藍燕我記得都1千塊以內 然後天照的話好像要1萬吧 我最近有在幫人找天照 但都找不太高 欸價錢參考就好了 價錢參考就好了 因為加工點裝不多啊 加工點裝不多 所以你找到的 你有可能比這個高或比較低 反正就是我講的 大概就是一個印象的價錢 你參考就好了 浩福的話 最強的是跟R10合作的那一套吧 就是什麼強化菲魯特啊 強化艾蜜莉亞那個 20屬13攻的那個 這個是最常見的 最多人用的吧 也是最強的 20屬13攻 然後一件好像都3000塊左右吧 再來是 20攻的 異世界四重咒的那個 強化亞爾貝德跟之前喀波合作的 20攻的 他那個也蠻貴的 我找幾件都找不太到 然後 強化初音 初音那一套 17屬12攻 我覺得這個17屬12攻 其實比20攻會更好一點 而且更便宜 大概2000塊左右吧 鞋子 鞋子就很少了吧 鞋子最貴的是 覺醒立體 15屬11攻 他是最強的鞋子 但 就超級貴 我記得要 好像2萬還是多少 反正我覺得很寒就是 你不如買20攻的 20攻的小英鞋 大概6000塊左右 還有真破滅跟真生命 可是真破滅跟真生命很少 而且他可能也不比小英便宜 真破滅是10屬10攻 那你不如買 也是同樣是R10那一套 就是強化菲魯特鞋子 艾蜜莉娜鞋子 那一套 10屬10攻的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 耳環 耳環就 耳環就路耳吧 還是會有人去穿那個 無視相針 無視相針 無視相針是無屬無功啊 除非你 你不用路耳的情況會穿嗎 應該也不會吧 大家應該都是路耳放著吧 而且路耳也長起來 路耳要2000塊 然後手套的話 就是Line的手套 但Line的手套也是很久了 就是很久沒出了 所以就也變得蠻貴的 基本都要5000起跳吧 都要5000起跳 然後另外一個是 加攻的那個 上級同仁手套 就是刀劍神域合作那一個 但那個比Line手套還貴 可是又沒有比Line手套強 所以你要買的話 不如買Line手套 加20攻的Line手套 就強化兔戶手套 強化雷娜的手套 那個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剩什麼 披風喔 披風就是這次復刻的吧 以往的披風都很貴 因為以往20攻披風 可能都要5000起跳吧 這次出了就很便宜 3000塊就可以入手了 以往有什麼 覺醒巨人的那個啊 強化AT異常 鬥神翅膀 但鬥神翅膀的交易價格 也是很懸 我記得艾莉爾好像有一個 滿必成交的吧 反正太久了 不太可考了 6萬多左右 但不太可考 蒼穹也是因為這個出的關係疊了很多啊 原本這個 原本蒼穹大概3000 15攻 現在被這個3000 這個20攻的取代 所以你買不起的話 買不起這個20攻的 你也可以減蒼穹 因為蒼穹還蠻多的 蒼穹那個1500 2000的都有 然後還有一個暗影十字吧 10攻的 那個就更便宜了 那個我記得不到1000塊就有 最後一個武器 應該就是音樂衝了吧 一把1萬塊的衝 衝的話 就最強的能力值 17屬12攻 然後還有刀片 對 刀片就很貴了 價格大概是 2萬5到3萬之間 它是只有15屬11攻 不過買刀片的 通常是為了它的外觀 有喊到2萬的 反正我沒注意 然後再來 新出的強化 討厭散步喀波 跟喀波雨傘 一個是物攻的 一個是魔攻的 20攻其實不會輸衝太多啦 但就是價格 而且價格也比衝平民很多 我們來一個最強配置吧 這個凝聚5顆 戒指 第一個凝聚5顆 然後 夕陽的現身 哇 這個又一個8000塊的戒指 然後內面風暴 這個 如果要打終極老黑 塞那個愛戒 不然就是塞可能愛情加速器吧 我猜 不同角色裝5顆的話 就是你不同角色裝5顆 他可以加10%的爆傷 尊絕不凡 5顆 這個大概就25000了吧 這個1000 夕陽獻勝8000 愛情加速器應該幾百塊就有了 然後 充 又一個1萬 抱子 狐狸面具 6000 還是7000 然後 卡波 哇卡波也是9000 9000到1萬 然後 天照 哇又1萬 衣服應該比較便宜 R10那套應該4000內就買得到了 鞋子 覺醒立體 可能要2萬 或1萬多 然後耳環 露耳 手套呢 賴手套 翅膀呢 鬥神翅膀 這就是終極土豪配置 終極土豪配置 AV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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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